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修赛期太漫长 美新闻怎么办 那就赶紧把交易留言传播开来 这可是流量密码 开个玩笑 首先说说步行者这支球队 步行者的魔咒开始蔓延 不仅是当家球星出问题 就连普通球员也中招了 前两天 步行者官方才宣布 T制沃轮因为应力性骨折恢复的不理想 所以还得吸 还得养 五险期休战难搞难搞 今天小S在推特上透露 步行者就远爱德蒙塞纳姆 在训练中不慎遭到了跟腱撕裂 同样的塞纳姆也被挂上了 五险期休战的标签 但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挺了解这个伤病的 没有一年的时间是康复不了的 所以塞纳姆基本是赛季报销了 新赛季还没开打就直接没了两个 步行者等着球队的气氛 就给人一种生人物尽的感觉 现在老白只想给步行者的球员 送上两个字 快逃 乌伦怎么说在受伤之前 已经是坐稳了球队外线第一的分手的位置了 况且实力够硬 即使明年真打不了 乌伦回来之后还是球队的核心轮化 而塞纳姆的处境就糟糕多了 在步行者打了四年 这赛季总算是有点奇色了 场均16分钟的上场时间 能为球队贡献7.5分 投篮命中率过五成 三分命中率近四成 内线中间能力强 外线投射有一手 26岁的塞纳姆总算打出来了 小率高 并且在球队打了也很长一段时间了 即使是欧子里也到塞纳姆了吧 下赛季肉眼可见会得到大量的时间 成为球队核心的轮换 最后却倒在了训练上 卸上一年 明年回来还有塞纳姆的位置吗 特别是他这种刚上位的球员 可替代性不要太强了 明年回来自己的位置就已经被其他吸引战了 上帝就是这般的不公平 好不容易爬到门前 终于能看到一丝光明了 然后怕的一声直接把门给反锁 又把你推进了无尽的黑暗 而且跟剑撕裂大家都懂的 可以说是职业求人的杀手 真不要把小帅的成功例子当作是案例 不是人人都是小帅 即使没来爆发力 突破不如往日了 但小帅还是能靠着傲人的静态天赋和无敌的手感 在你头上疯狂乱八蛋 普通人没有这么变态的条件 整个伤病已找上门来 可能要面临的是无球可打的处境 这几年的休赛期总会有球员出现这种魂生压的大伤 两年前考新斯在休赛期训练时遭到了十字人带撕裂 一年前汤神在休赛期训练时遭到了根腱撕裂 纪念赛那么同样是在休赛期训练时遭到了根腱撕裂 在场内经过大量激烈的对抗 身体疲倦了导致受伤的情况 我们还能归结为意外 但在场下如此放松的情况下还遭到了此般状况 那只能称为不好运 不幸运了 祝福塞纳姆 祝福正在被伤病困扰的球员们 祝他们早日恢复 重返巅峰吧 不过话说这是步行者第几个了 感觉步行者的队异都快要被拉出来 跟开拓者的兽医掰头一下医疗水平了 不过运动员们 伤病肯定是难以避免的了 但训练也能弄成跟剑撕裂这种大伤 也是不知道步行者的训练水平到底有多激烈 说完这名球员 再来说说上面的另一位球员 同样大伤 无球可打 就在刚刚突然爆出一条新闻 考新思要来CBA打球了 我看CBA大结局了 他绝对能打爆19支球队 之前CBA给大股东 嚷嚷着宁愿停摆也不要再进行赛会制 但无奈之前疫情反复 从大局出发只能妥协 新赛季继续进行赛会制基本不可逆 主要外援问题仍没定论 可能能等到打完9月21号开始的全运会才可以确定 不管现在多支球队已经开始联系外援的风投来看 大概率还会有外援 目前对他们的要求为实用性高 性价比高和手续便捷 据媒体人我先沉思一回报道 NBA前第一中锋考新思正认真考虑来CBA打球 考神已经收到了来自CBA俱乐部的报价 如果手续顺利的话 他既大概率在下赛季登陆CBA 前提是外援政策确定 约赫 成真的话 那表妹可以和麦迪以及马布里 竞争史上最大排外援的地位 也看好他能在CBA大插特杀 找到巅峰时期的感觉 烧死的骆驼匹马大 接连遭遇重伤的表妹 近几年虽然在NBA只能当饮水机管理员 但进攻能力在内线仍是顶级水平 只能说大法被小球时代抛弃而已 上赛季表妹在场均17.4分出战时间 便能砍下8.9分6.4百1.9珠 三分命中率34.8% 效率牛逼得很 可恰好这种类型中锋特别适合 不怎么跟得上潮流的CBA赛场 康康更万右操的倾倒大外援 约翰逊就展现极强统治力 场均24分钟上阵时间 攻陷21.2分12.3百1.4帽 不要太轻松 那更强的表妹自然会更容易生存下去 就是表妹这一点旧诈的暴脾气 碰到CBA裁判的吹罚 怕是开场一分钟就连吃两季饭被驱逐出场 这是非常大的隐患 不过既然有CBA居的不敢邀请表妹 说明就有信心驯化她 让其从自投变成听话的乖宝宝 对于CBA联赛而言 表妹能来加盟又是提升关注度的绝佳机会 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周期出走留下的流量空区 最后一条当然是流量密码了 今天胡人队正式宣布球队和小乔丹签下了一份尾期一年的老将笔心 他们的中锋目前有霍华德和小乔丹以及小加索尔 毫无疑问这样的内线已经有些臃肿 球队完全可以放弃其中一人 然后引进一名浓眉的替补 而小加索尔本人也知道自己就是即将被放弃的人 所以近日有媒体爆料 这位西班牙汉将已经不想为胡人效力 目前美国FW媒体报道 目前西部的绝境还有勇士队以及东部的 巡鹿和凯尔特人都对小加索尔非常感兴趣 他们都想引进这位实力不俗的内线中锋 通过交易也好 或者让小加索尔买断也好 目前小加索尔本人还是不愁下家的 毕竟硬实力在这放着 极高的球上并且还有拉开空间的能力 在加盟湖人前一个赛季 他还能砍下15.6分7.9篮板的数据 而巅峰时期他场均砍下19.8分6.9篮板的数据 买断小加不值的 最好是通过交易来降税 首先绝金队 绝金队拥有现在联盟最好的内线球员 约基奇 然而约基奇之后的中锋深度并不是很好 增加一个像小加索尔这样的老将来 减轻约基奇常规赛的负担 从长远来看是很好的 在这笔交易中 唯一的潜在障碍是绝禁唯一的 非保证合同球员多奇尔 多奇尔已经24岁 潜力一半 这就是为什么他得到了一份 没有保证的合同 在这份合同中 多奇尔只有20万被保证 户人完全可以利用他降低奢侈税 然后第二支熊鹿队 密尔沃基熊鹿队有几份 非保证合同是洛杉矶胡人队的目标 迪亚基特就是其中之一 首先迪亚基特是中锋 对熊鹿来说 用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中锋 换一个前最佳防守球员 当然是值得的 其次 迪亚基特的保障金只有10万美元 所以护人可以省下更多的钱来交税 熊鹿队在中锋位置上非常缺乏深度 真正意义上的中锋 只有洛佩兹一人 波蒂斯太矮了 小加索尔的打法和洛佩兹非常相似 他可以为字母哥拉开空间 第三支凯尔特人队 如果波士顿凯尔特人队需要小加索尔 他们可以把贾巴里帕克交易到洛杉矶胡人队 尽管帕克是2014年的榜眼秀 但他对胡人来说没有任何价值 只是为胡人节省一些钱和占据一个名单而已 帕克的意义支出在于 他的部分保证合同只有10万美元 这对胡人来说已经足够好了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凯尔特人似乎并不需要另一个大个子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阿尔霍夫德和年轻的罗伯特威廉姆斯 然而 凯尔特人缺少一些规模 如果能让杰伦布朗和杰森塔多姆同时配合传统大前锋和中锋 球队将会受益 加索尔和霍夫德可以一起打得很好 因为加索尔的防守能力和两人的投篮能力都很出色 最后就是勇士 从他的打法来看的话 显然他和勇士队更加搭配 毕竟勇士队也是靠着团队配合来完成进攻 球队非常需要高球商并且会传球的内线 显然小加索尔非常符合他们的要求 而且这位西班牙汉将还可以在低位一对一防守有技巧的内线球员 尽管如今年岁上来了 体能不是特别充沛 但是只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那么他还是能够有一些个人贡献的 在小加索尔加盟胡人的那个赛季 勇士队也曾对他发起了追求 只不过当时他一心想去胡人 所以双方只能遗憾地擦肩而过 不过这次既然机会来了 相信小加索尔也希望加盟勇士 因为在赛季刚结束时候 由于不满意胡人剥夺了自己的首发位置 那个时候他增扬也要去勇士或者蓝王报复胡人 如果他去勇士的话 那么随着克莱的回归 这支勇士队将会成为胡人在西部的最大威胁之一 都会来的 如果是在此需要的 怎么样 对 我说